消失许久的月云棚终于出现 在露面就带来了上快乐大本营的消息 虽然这并不是小月月首次参加快本 但是这是快本停播升级改版之后的第一期 第一期所邀请的嘉宾必然是要十分慎重的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第一期节目的策划直接就锁定了德云社 这是不是可以说快本也在蹭德云社的流量呢 毕竟现在的德云社不仅仅在相声界混得风生水奇 就连综艺影视上也能看见德云社成员的身影 要是这样讲的话 今年的春晚德云社是不是也有希望参加呢 而小月月此次录制快本也被不少粉丝调侃 带伤录制 大家应该都知道 前不久 月云棚因为做了一个屁股局部的小手术 没想到得到了广大网友的癌症猜测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痔疮 在家敬仰玩的月云棚再次出现 空降新接口 捧徒弟 上小局 和他一起演绎出卖孤一 效果十分的火爆 门口被粉丝围得水泻不通 就为了看小月月一眼 这次的月云棚一改往常的站位 站在了桌子内侧 捧着自己的小徒弟 就如当年师傅郭德纲捧着月云棚一样 当晚 月云棚还连唱了三首成名曲 《最亲的人》 《五环之歌》 《宋情郎》 现场气氛一直是居高不下 粉丝们还故意挑拨离间 把此事告诉刘晓婷 二哥听闻此事 那是满眼的羡慕 还扬言说 要扎爆上小局的轮胎 我们在这里也要祝二哥好运 可以早日和师傅同台 我们都知道 早在2016年开始 月云棚就有陆陆续续的参加了好几次快本的录制 但是 从2019年到2021年 快乐大北营的舞台逐线呈现年轻化 主打的也都是快乐就要青春呀 自此之后 也就不再见过月云棚上台 但在此期间 快本还依次邀请到了德云社的其他成员 例如郭麒麟 孟赫棠 郭麒麟这些年一直在娱乐圈抛头露面 经常现身在影视综艺里 早早就错觉的他 决定和父亲郭德纲学习相声 虽然放弃了学业 但他并没有放弃学习 仅听郭德纲的教诲 阅读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书籍 你可以没有学历 但你的肚子里不能没有墨 就这样 没有文凭的郭麒麟 照样凭借着自己的高智商高情商 俘获了广大粉丝 虽然他现在很少在出演相声 但是他的功敌还是不可小觑的 再来看孟赫棠 就没有那么一帆风顺了 我们应该都知道 德云社方面是有经纪人的 很早之前 就有了解演员的合同 签在德云社 德云社方面也会考虑你的资源问题 孟赫棠的实力也毋庸置疑 曾经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战胜过自己的前辈 但对方碍于面子问题 却说是让孟赫棠 这可把他气得不轻 但是有一说一 如今孟赫棠能够登上快乐大本营的舞台 这对孟赫棠而言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同时也再次证明了他的人气 这都是大家有目共主的 但是曾经的节目录制 却遭到了人们的质疑 就因为他没带自己的搭档 周九良 该说不说 孟赫棠也只是人气高 又不是权力大 之前岳云鹏 郭气霖参加了数十档综艺节目的录制 不也没见他们带着搭档孙岳和颜鹤祥吗 再看 从相声圈进军娱乐圈的秦潇贤 这些年参加了那么多的综艺 有哪一次是带着自己的搭档呢 这次全新的快本 除了邀请到新鲜的小月月外 快本还邀请了秦潇贤 德云社这位肖子科的秦潇贤 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爆红时刻 秦潇贤作为德云社的演员新势力 近几年 一直都是各大综艺影视的心头爱 不光自己家公司给力 别家的娱乐公司也是望穿秋水 通告是一个接一个的接 综艺是一番接一番的上 直接到手软 就说秦潇贤 最近参演的电影《扬名立万》 一开播就获得了央视六公主的 六次点名好评 喜获六亿多票房 尽管在里面演的是一个小配角 但是相声演员出身的他 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演技 征服了每一位观众 成为了一匹黑马 也让很多人一改对他的印象 不再是没有实力 只会说搞笑段子的相声演员 果真是后生可畏 纵观德云社内幕 老秦真的是受到了力棚 不管是在德云社还是其他地方 此次秦潇贤将和诗歌月云棚 一起录制《快乐大本营》 这可不是谁都能有的待遇 身为德云一哥的月云棚 不论是在台资还是在演技能力 都是相当的娴熟 对后辈在事业上有所提携 也是德云社的传统之一 也可以更好地帮助 秦潇贤走上人生的巅峰 甚至最近还有传言说 秦潇贤将会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而今年的央视春晚打的是去流量化的目标 虽然秦潇贤也出演参加过大大小小的综艺 但是各方面的经验还是不太足 在广大粉丝看来 还是希望他可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好 毕竟春晚的舞台还会有机会的 如果过于强捧的话 或者会起到反效果 而本次的快本 邀请德云社作为主要嘉宾 作为升级改版后的第一期 也被不少网友猜测 是想向传统文化方向改型 就拿目前的综艺来看 过于娱乐化已然是一个重灾区 很多综艺节目为了不触碰雷区 都在整改各自的内容 就像我们常看的《奔跑吧》 和最近播出的《武哈》 都改成了《黄河沿岸宣传区》 和《古诗词朗读大会》 一改曾经的综艺化效果 逐渐偏向传统文化的宣传 既让大家看见了综艺节目 该有的娱乐 又巧妙地让大家学到了传统文化 而德云社 作为国内娱乐圈中 传统文化重要输出地之一 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快本选中 有了传统文化的内容 又有了流量明星 岳云鹏秦潇贤的流量加持 这次的全新快本 一定会受到很多网友的期待 那么今天的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